早安 晚安 我是一可 我們現在人在杜拜 直飛 直男 大家對於杜拜的印象 第一個就是地上減都是錢嘛 第二個就是洗 第三個就是有很多黃金 杜拜是世界前三大的黃金貿易市場 很多很瘋的東西 黃金自動販賣機 吃很多東西都要加金箔 杜拜官方有減一公斤換一克黃金的比賽 然後你減中一公斤 杜拜官方就給你一公克的黃金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看看 杜拜到底有多瘋 我今天選了幾家非常貴的黃金料理 然後也會去杜拜傳統的黃金市集看 所以今天就是一整集 黃金 杜拜大盤子 這就是本次的計劃 開始 這種玄奘取經的計劃 怎麼會少掉我們的 小小小 不要動 不不不不不不 你們是誰 既然你曾經誠意的發問了 我們就大發十倍的告訴你 蔣女士 開玩笑 掌握流量的人就掌握了鯊魚 三下 你在睡覺的時候 每個人都還在上班 怎麼那麼沒有競爭力呢 從啦 蝦魚 不同時區 隨你跨越 沒有辦法保護各自 怎麼保護家人 從啦 蝦魚 隱藏你的 網路 足跡 有了家庭 每個開車都沒有在長中央 從啦 蝦魚 跳到不同國家 幫你省錢 隱分身之宿 在不同地方都能同時使用 只要輸入折扣碼hook 就可以享有獨家優惠 還有額外三個月的使用期限喔 感謝深不需要贊助這支影片 讓我們回到杜拜盤子挑戰 這支墨鏡好扎喔 墨鏡很大 我們要在這邊吃我們的黃金午餐 非常金碧輝煌 摸摸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摸摸 好臭的手喔 盤子也是 喔 金碧輝煌 你們想說嗨 你好 晚上 早上好 好可愛 你可以說 早安 午安 晚安 早安 午安 晚安 哇 喔 你很棒 送了一碗花給我們耶 黃金體驗 對 黃金體驗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熬乾冰舞喔 哇 很香耶 看起來非常高級的餅 但我們的黃金在哪裡 我怎麼看都覺得吃人家瑪莉歐 好 有錢的世界我搞不懂 一口吃下去這樣 傳說這種甜菜 傳統婚禮會吃到的蝦餅 這是香菜嗎 我幫你試毒 好 你幫我試毒 不是香菜 沒有 但是也是類似香菜的東西 類香菜 類香菜 很獨特的草味 我這位還沒有直接咬過薄荷 不要吃好了 它是Pure薄荷 我開始不確定 這是裝飾用的 這是可以吃的吧 堅果總可以吃了吧 這個堅果也感覺生生的 堅果好生喔 你好像一隻牛 真的就吃這樣炒 它的麵包長得也很特別 好像在學了什麼三角函醋 麵包長得很像蘇打餅耶 內容物看起來非常的厚重 它是說可以加一點Cream Cheese Fancy Fancy 麵包 蘸一點神秘番茄 我聞了然後它告訴我如果我吃了我會很不舒服 嗯 有趣有趣 我知道了啦 因為調味都很重 所以你要吃生菜 這是好吃的喔 大家知道這裡是沙漠嗎 所以有那麼稳大 很新鮮的菜 其實非常奢華的行為 我一直很期待這個酷的 它長得很像那個在街頭這樣拍拍拍的那個酷果 哇它裡面長這樣 騙你們這種盤子 我必須說 這個餅就普通了 是我們吃過這幾天最難吃的餅 哈哈哈哈哈哈 注意西瓜配上金箔本人 Watermere 這應該也是冷前菜 我們要吃多少前菜 我現在趕快講個冷笑話 這一口可能要50塊喔 金箔完全沒有存在感耶 就吃西瓜而已 吃金箔本人耶 完全沒有味道 它就是你在嘴巴直接溶掉 你吃吃看 這不就是鮑牛嘎糖的東西 存在感還沒這麼高耶 金箔西瓜 金箔在哪裡 金箔是那麼虛無飄渺的生活嗎 單吃金箔 越來越多金箔了 這是什麼耶 金箔什麼 馬鈴薯 菠菜 優格 魚子醬 金箔 優格 馬鈴薯 菠菜 烏魚子 甜菜跟優格 這是優格 喔 它是分子優格嗎 分子優格 分子優格 其實這種分子料理啊 我一輩子吃不懂 再加金箔 它好像不是優格耶 馬鈴薯泥 這個東西應該是馬鈴薯泥 泡沫跟金箔一樣 非常虛無飄渺 我覺得它給大家的故事就是 生不帶來死不帶走 不用過度追求 非常有產業 我已經錄定了 你等一下去撿我的設立子 但這個滿好吃的 我可能不會說好吃 但是不難吃 這一口可能叫200 哇 我找到這道料理好玩的地方 你只挖泡沫跟金箔吃吃看 像沒吃一樣 對 它的體感跟 一模一樣 非常有趣 視覺跟味覺會有衝擊 我們的感光被開發了 有吃跟沒吃一樣 對 這有點難過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妳講 昇華了我們的人生 喔 你真正手握得住 其實只有一個陣風 所以你不可以用力去握 要放下 對 心裡的層次不一樣 對 這個是什麼啊 馬鈴薯泥提斯堡 喔 馬鈴薯 菠菜蛋 烏魚子 金箔 這樣一口500塊 嗯 非常好吃 你看馬鈴薯非常厲害 它的魚子醬很化容點睛 嗯 很多這種魚子醬料理 只是為了撒魚子醬 嗯 這個味道是合適的 因為馬鈴薯值的一個尊重 然後這個是 金箔雞肉米糟 除了雞肉絲之外 有我們更多雞肉 我覺得它有進入加進 感覺它們搶下來了 金箔雞肉 雞肉 哇 雞肉很讚 它很入味 那麼大塊的雞肉 完全不會柴 皮跟肉是融合在一起的 很厲害耶 杜拜Rice Cake 雞肉是好好吃喔 如果單吃飯呢 嗯 蠻難吃的 可是配在酒會好吃 食物的魔法蠻難吃的 嗯 酸酸的 我們目前不管去什麼等級的餐廳吃飯 都是吃到這種菠菜 生菜是看不見的 那一盤生菜應該真的是炫富用的 主餐幫我們換了一套新的盤子跟餐具 金箔羊肉 羊肉嗎 楊菲莉 哇哇哇 這個起司也很多耶 這是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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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巴哇塞 上面有一點金箔 金箔鍋巴 哇有很多吃耶 我覺得杜拜的羊肉一直都很不錯 非常期待它 很普通 喔喔真的喔 應該是我在杜拜吃到第一次有燒味的羊 蠻重的 因為阿拉伯非常會處理羊肉 然後我們這年吃到的羊肉都超級好吃 頂泰豐的羊肉小公司都飆打 喔真的 我知道你意思 而且比較柴喔 我覺得你長得很客氣 真的是我們這趟吃到最不好吃的 好難相處的亞洲人喔 真的是柴柴的喔 我們是老虎 羊肉虎口 羊肉虎口 金箔羊肉丸 更燒 它在向我跳一眼舞 煮菜讓我們有點小失望 不然我要吃吃看金箔鍋巴 喔鍋巴蠻好吃的 這不只是鍋巴吧 這應該是馬鈴薯 這飯很好吃 很好吃耶 還說這才是煮菜嗎 對對對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樣插頭 對對對 第三竹餐盤了 他們真的用最高盤子規則對待我們 這是番茄嗎 上面的奶油很綿密很好吃 可是下面有點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是被包裹住的 巧克力嗎 橘色巧克力 巧克力 橘色的是巧克力 對 它是橘色巧克力 愛馬是橘喔 裡面應該是一些 因為甜點 不知道我等了半小時 奶油真的是非常好吃 以我不太吃甜的來說 我覺得這是很高分的評價了 兩人套餐是1500迪拉姆 打卡程度 這裡非常好 但15號我覺得 不用點到金箔料 它就單純是視覺上的衝擊而已 謝謝 跟盤子說拜拜 來了 我們的晚餐 走吧 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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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這邊掉一雙我的玻璃鞋 王子就會來撿 我們現在在薩英哥餐廳 我看到價格非常金人 你看 五千耶 這四萬塊錢 這我吃不下去耶 它全菜單只有金的嗎 它只有Gordon menu欸 它沒有其他的 我們是一連好片的亞洲觀光客嗎 我吃這個好了 我吃冰淇淋 Gordon冰淇淋420 這個單價很明顯的 比我們去的家餐廳都高 少錢在220 沙拉95 非常高單價耶 薯條一小碗 台幣400 但你是它最便宜的 我們最後決定點3500的戰斧牛排 我的封面拼了 走 我們的一整大塊 比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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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乾冰太多了 哇 哇很厲害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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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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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薯婆餐廳耶 這是真的好吃耶 哇這個熟度太讚了啦 雖然說金箔還是沒有存在感 不錯吧 非常會煮耶 完美的熟度 對 完全屌打中午的羊肉 它烤得接近有一點和牛的感覺 對對對 油脂很豐富 非常的入口急發 可是它不會膩 這個薯條要試得快 量比我想像那麼多 薯條就是薯條 嗯 多麼好吃 我們吃光了 可能是因為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期待 因為網路上對於它的餐廳評價就是 很難吃噱頭 旺虹 因為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嗯 但是大家不用點金箔 點正常的牛肉就可以了 所有餐點都是所有餐廳的三四倍 我吃得滿開心的 滿開心的 整個氛圍是很不錯的 再想想牛肉比其林三星 加九分 價格差不多 如果換台不講的話 因為我最近也自己很常烤牛排 要烤到這樣子的牛排 真的很難 要有特別的設備 它烤出來是裡面嫩有多汁 光是食物好吃程度的話 絕對是有八分以上 加上剛剛的整個表演 八點五 大家就要付錢了 所以先把開心的表情拍下來 耶 帳單來之前都很開心 又不是你付錢 謝謝Hurk 值得深交的朋友 日本來回機票了 我媽媽看到這段外表 小時候不是這樣叫我保證 我們今天要去杜拜的黃金市集 給大家看杜拜的黃金本人 到底有多誇張 現在太陽也是超大 第五天還是無法習慣 伊朗風格的清真寺 現在要去 各種馬沙拉耶 哇 搭船一個人兩塊 那邊都在做本山囉 黃金市集 黃金出來了 黃金出來了 好不 好不 黃金開下 黃金比基尼 哇 黃棍 黃金黃棍 黃金 哇哇哇 黃金 哇哇 破產 金矽子 金矽金矽 啊那個很埃及欸 我現在就是埃及燕後 黃金肚都滿 對 不是我的區域 雖然有很多黃金 但是沒有我想象中的浮誇耶 感覺比較像銀樓街 就我以為一進來就會有 本身大1比1 黃金鋼鐵人之類的 噢喔喔喔喔這個很誇張 那些就滿誇張的 像金幣輝皇 感覺戴上去脖子會斷掉 內部就滿震撼的 全部都是黃金 我不敢進去 等於亞洲南洋進去了嗎? 我不敢不敢 感覺不花個五萬出不來 黃金盔甲來了 上面這些我已經審美疾勞了 嘿!12號30了 你是我這趟旅途最大的黃金 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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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 留言宮節嘴又來了 我注定在杜拜當不了玄奘了 我沒辦法取金成功 他的意思是說 他只確定現在一定沒有 導入的時候晚上來取金吧 그냥這樣咯 不然這支影片費有什麼來的 我就是想要用ATM 然後買到一塊黃金 如果他被槍射到可以保護我 真的沒有欸 好吧 掰掰 耶! 因為沒有成功 所以今天 沒有天使保佑 金箔 可以賣五千